看一下黑天鹅,每天半晚它自己会回家,之前老放在这边的筐子里面。 哎,喂天鹅了,哎呦,吃吧,吃吧,吃吧,来看鸭子,你们说鸭子被我吃了,看这些人。 这个黑天鹅和这个鸭子很聪明,在里面,在里面,自己吃,哎呦,嚇进去。 天鹅晚上知道自己回家,天鹅像散羊的,吃吧,吃吧,这个我干啥呢,这个黑乌鸭,疯的,真的我干啥。 它有时候傍晚,我们没去弄它,它之前都在那边,在筐子里面睡,白星在这边,它一到晚上知道往那边跑。 它很聪明,不要,不要往那边跑,现在已经长大了,长大了,晚上不需要在那边。 搞定鹅吃了,今天要吃啊,吃啊。 这个鸭子,黑天鹅攻击它,它只见过黑天鹅,所以它只会跟着鹅跑。 黑一只鸭子太孤独了,那就变成黑天鹅。 这个鸭子,这个翅膀有点,跟后面的鹅一样,翅膀有点憋,老关子。 鹅还是挺聪明,知道自己回家,鸭子也挺好。 外面的鹅和鸭子,全部弄到这边来。 这边有虫子,有汤子,它们可以游泳。 晚上它自己会跑来边去游泳。 哎哎哎哎,我操我操,我操我操。 我操了两个,飞过来了,两个啥。 你们这两个什么怪物? 嗯,野鸭呢? 哎,是吧? 是吧? 黑二鸭会飞,这个野鸭子飞不起来。 它只能在地上跟着跑,这两个猛子在天上飞。 嘿嘿,奶盖类帮子没回吗? 奶盖类帮子没回。 不管它们。 跟着我干啥? 这些鸭子都会飞。 这些能力还挺强。 我这个,黑乌鸭很凶,攻击了。 我也往前面的,这里又有一帮子。 你要回家了。 自己回去吧,回去吧。 你们都是一帮一帮的。 到了晚上自己会回去。 你不用管。 三个,最老的是三个。 到晚上自己回去。 我看你。 大家似乎是个绯会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